染灯,一半新香 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每个钟声,每一份爱,每一天 世界万物永恒,一切无常的预留 世界无孤散的夜行,终有一天会离去 人生多变化,一切无常在 拥有的一切将会在你 我们平常的人相貌稍微好一点 就以为怎样美丽 其实,不知道佛的印华身 亦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何况,佛的圆满报身 千丈奴折纳 八万四千相好 无量无边的光明 那更是不可思议了 这种功德相好,完全是在印地中 行菩萨道士修来的 所以,我们要想同佛陀一样的福德畏畏 那就要学诸佛那样的发心 九 不通一般人的理想 生了儿子,长大的最好是做官发财 但如果一个女人 亲身的父母 亲身的父母固然得到好处 就是多生多结的父母 也就占广不少 我们因为要报答父母的情恩 所以应当学佛 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 我们放开眼睛看看 打开耳朵听听 除了佛以外 还有什么人比得上佛的智慧 佛的慈悲 佛的功德 佛的神通 像好三昧变才呢 所以我说 要同佛陀一样 那我们就决定要学佛 二 一般人对于佛教的误会 大约有三点 一 误会佛教对于国家没有关系 他们以为 国家是入世的 而佛教是出世的 是消极的 二 误会拜佛念经是无聊的 是迷信的 三 误会出家人在社会上 没有什么贡献 他们以为 是农工商各有职业 只有和尚是寄生虫 是分立的 三 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首先了解什么是三宝 什么是皈依 记得知道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要答复这个道理 要答复这个道理 就是要明白佛法的内容 然而佛法的内容有无量无边 而最恶要的又莫过于正见 这种正见 这种正见又从何来呢 那就是从正法而来 正法就是佛法 四 佛法为什么叫做正法呢 因为佛法中最重要的教理 就是身形因果 所谓做如是因得如是果 做恶因得恶果 那么恶事当然就不敢为 而善事就要勉励去做了 人人行为向善 世界自然也就会太平 佛法就是就在此 而我们为什么皈依三宝 也就在此 5.为什么要听经文法 首先了解文法的重要 何为法呢 就是在寂寞广大无垠的空间 四十千流不停的时间 乃至其中的形形色色 事实物物 统统叫做法 法有两种 一种是有漏法 另一种是无漏法 一 什么叫做有漏法 就是 不明事理 随烦恼造作 生死不断 闻回无尽 犹如漏气圣水 终不能买 所以 叫做有漏法 所以 这一类的人 叫做凡夫 二 什么叫做无漏法 动达人生根本道理 不随烦恼而作业 正道不生不灭 正道不生不灭 轮回几段 犹如 顽气圣水 亦滴不漏 所以 叫做无漏法 这一类人 叫做圣人 六 世间一切终生实在是苦 既苦则空 既空则一切如幻 我们文法要从文入观 起身达如幻的智慧 知一切法既如幻化 不过众生迷而不悟 七 那么 同体无我的大慈大悲心 不要你勉强去发 它都会如怒潮一般的发出来 我们只要依着这条路走去 每日 从朝至暮只要自问子心 不需问找旁人 我们造成佛的因 我们造成佛的因 决定不会收众生的佛 8.正信佛教徒应有的认识 一 正者 故邪为正 信者 信仰 即 崇拜敬仰之意 孙中山先生 所谓 由信仰而发生力量 故力量发生于信仰 主有真实信仰力量者 要在千军万马当中 不能夺其智 刀具在前 俘获在后 坦然不惧 丝毫不动 到此田地 才有信仰之力量 2.所谓佛者觉也 所觉者何 所觉者是 有如是因 必有如是果 云合为土 土 及弟子之意 我们知成佛 乃由师父教导之功而来 而师父之能教导我者 由研究经典而来 不 身从法来 法 从佛来 佛从法来 法 又从身来 离了法 离了身 则 亦不能成佛 3.对佛法身三宝 不可分别心众 有些人指知拜佛 对僧众抱着藐视的态度 这是要不得的 这是要不得的 或只知研究经典 但不肯拜佛 嗯 此事 请佛 若无佛 那有法 若无佛 又有些人 对于师父 则尊重 礼拜供养 但不肯看金 只求得个师父就够了 此时众生轻乏 若无法保 师父又从何而来 四 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妄不实 所以要归一三宝 多修福慧 福慧圆满即可成果 而最低限度 亦不致失去人生 试看你们有屋住 有父母 乃是样样俱全 可是我们则条件缺乏 你们乐 我们苦 其上帝之不平等 如是也 要知福慧乃自己求知 或如以自己造之 燕云 获福无门为人自招 故劝大众 先要修福 求福之法要利益他人 好比对方的人 无论是父母 兄弟 亲戚 邻里 乃至社会国家 凡有丝毫损人利己之行为者 为之害怕 此就是这福 若无福即有祸 祸非外来 亦有自作 故云 为人不做亏行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六 我们要恭敬 佛法僧三宝 若人人学佛 人人都是良民 四万万人学佛 四万万人都是良民 此良民乃由僧结教化来的 僧由法来 法由佛来 佛由僧来 故佛法僧三者 是大地众生之名登 九 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分四个方面来说 一 要研究教理 介绍几本书 作为诸位一个参考 在家学佛法 居家侍女学佛法药 佛教人称正法论 整理生且制度论 入佛指南 佛学概论 佛学大纲 法相为试学等 以上各书看过后 总未能深入精脏 至少我敢担保 你能得到佛学上的许多尝试 二 要行为端正 研究教理向眼 行为端正向脚 竹目双运 抑郁修行药 解行相应 然而行为端正 以什么为标准呢 就是要延迟五界 如果僧途行为不减 可以使整个佛教受影响 所以做一个佛教徒 不但是要明白佛理 并且要延迟佛界 三 维护圣宝 一 圣宝是弘扬佛法的如来使者 老实说 假使世界上没有了圣器 那佛法也就完结了 国家如果没有佛法 就等于人离开了灵魂一样 二 因此 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对于僧宝应如何维护 恭敬供养赞叹 同时 遇到有人欺负僧且的时候 我们做在家弟子的人 应当不辞为难 距离为乎 三 是看 五国佛教寺庙中 都有一尊 委托菩萨 拿着一根金刚向摸出 终日站在佛头的面前 这就是象征佛教 要在家信徒 顾法的意思 四 尤其是世尊 在临涅槃的时候 将佛法嘱咐国王大臣 这也可见 在家佛教徒 顾法的责任何等重大呢 希望在座的诸鬼 将此语辗转相传 莫忘临善遗嘱咐 四 推行佛化 一 研究教理 可以明白修行的途径 行为端正 可以做一切人的模范 而起信仰 维护僧宝 可以续佛贵命与不绝 推行佛化 就可以使社会人心向善 世界安宁 推行佛化 是佛教徒的唯一责任 二 佛化要如何去推行呢 我平常有三个口号 就是文化教育慈善 因为有文化 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 有教育 可以栽培 红黄的人才 有慈善 可以得到 社会上的认同 所以 文化教育慈善 是今后佛教的 三个救神圈 三 我很希望今后的佛教徒 能从这三方面去做 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效果 我们佛教徒 应有悲天敏人的心 来救世救人 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十 佛教伟大的三种精神 这三种精神 就是我们佛教里的 入世 出世 和旧世的精神 佛法五称中的 人称佛教 就有着入世的精神 天称佛教 阿罗汉称佛教 与辟智佛称佛教 就有出世的精神 最后菩萨称的佛教 便是旧世的精神 出家众是适合出世的 在家众是要出世与旧世 所以 人其表 而菩萨其心 这便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精神所在 十一 求学的态度 众生 在未达到无学的佛果位前 通通都是在求学的过程中 求学有四点要注意 一 酷则处 我们求学的目的是在充实自己的智慧 不问任何艰苦的场合 只要有学可求 就是我们理想中的乐园 二 不责人 清净一切法师 不应其分别性 圣人无常事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法师所教的一切 不管他自己能否实践 只要我们能依教奉行 得到受用就好了 三 不择实 求学要精进 专心致志在学业上用功 一刻也不要放松它 所谓法门无量誓言学 我们身具人天师范的地位 除了对本分音学的三藏十五教点 要有所了解外 其余的一切外学 也要有个轮廓的认识 到将来运用时 才能左右逢源 而不致泛着 输到用时方更少的毛病 五 求学的态度 除了上面所说的四点外 还有我时常所说的 戒如根 定如干 慧如枝 叶花果 要戒定慧三学其修 同时并尽 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 希望大家要有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的毅力 来为佛学的受用而学 才有成功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之夜 云林观音讲堂 礼拜要师宝颤 恭请会大和尚竹法 日期 4月18日星期二 时间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为镇 新南里 竹围 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交友站后面 恰询电话 05633 1565 法会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 备有接驳车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玉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上至下乘法师主法 日期5月15日星期一 到5月16日星期二 恭送大佛顶首 愣言经 5月16日星期二 圆满日 下午三点 释放余节宴口 法会地点 起源疏食百会 素食餐厅 彰化县 圆林市 大同路一段 455号三楼 恰询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出唐 从舍出食 当愿众生 深入佛制 又出三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